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六点评价审计证据 这个知识点很重要 三颗心必备必计容易考客观题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它的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是应当分析加评价 我们必须要分析还要评价 在就财务报表所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情况 是否一致形成总体结论时 作词会议是应当评价在临近审计结束时 实施的分析程序是否表明存在此前尚未识别 由于5B导致的重大错保风险 那这种话什么意思呢 大家注意和我们第三章分析程序 结合起来进行学习 你看我们在讲第三章分析程序的时候 就给大家说 分析程序呢它是两头必须做 对吧 我们在风险评估阶段一定要做分析程序 还有总体符合阶段一定要做分析程序 中间是可做可不做 而我们说的这段话就是最后的总体符合阶段 那我们在最后的阶段做分析程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 有没有5B导致的重大错保风险 有没有遗漏的 有没有有问题的 好 那确定哪些特定的趋势和关系 可能表明存在5B导致的重大错保风险 需要运用直接判断 那我们用直接判断来看 有没有这类容易导致重大错保风险的 5B的一些情形 好 设计期末收入和利润的异常关系 尤其值得关注 这里又再次提示 假如说在期末的时候 它出现了大量的总收入 高额的收入 或者说比较异常的这些收入 我们都要高度关注 它很可能是和5B相关的 另外我们看提示 这些趋势和关系 可能包括在报告期的最后几周内 记录了不寻常的大额收入 还有异常交易 或者收入和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 趋势不够匹配 你看往往在年底的时候 容易突击完成任务 对吧 那它怎么突击完成 很多时候就要5B就要造假 所以在年底的时候 容易出现这种不寻常的大额收入 或者异常的交易 这种和平常不太一样的 我们一定一定要关注 它是不是5B导致的 另外就要注意 它的收入和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趋势 是否能匹配 如果不匹配 那往往也是5B导致的 因为它是造假嘛 那造假的时候 它不可能把每个方面 都考虑的特别周到 特别的细致 对吧 总会露出一些麻角 总会有些漏洞嘛 所以我们就看 它有没有这种漏洞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针对5B 那针对5B呢 我们应当评价是否存在5B 以及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它的前条件 它的前条件是 如果识别出某项错报 注册管理师应当评价 该项错报是否表明存在5B 好 它的意思就是 你看我们现在 已经拿到了很多的 审计证据的吧 那对这些证据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它是存在错报的 那对这个错报 我们一定要考量一下 它是否存在5B 你看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过 错报无非是两种原因导致的 一种是错误 对吧 这种错误往往是客观 也就是我非故意的 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是5B 好 那么对我们5B呢 它往往是主观的 我是故意的对吧 由于5B它往往是主观 是故意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错报 我们一定要评价一下 它是不是5B导致的 因为错误 它往往是无心之过 我们还是比较好应对的 我们好好查出来 但5B呢 往往它是精心策划 是蓄谋已久的 假如我们评价出来 它是5B导致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考虑的 全面一些 一定要考虑 往往我们在厨房 看到一只蟑螂 意味着厨房 绝对不止一只蟑螂 往往有一群的蟑螂 如果我们识别出来 这块可能是5B导致的错报 这时候我们就要把 这一群的蟑螂 都要找出来 好 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接着来看 如果存在5B的迹象 注册会计是应当评价 该错报对审计工作 其他方面的影响 特别是对管理层 书面声明可靠性的影响 你看 这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 有一只蟑螂 往往有这绝对不是一只 而是一群的蟑螂 对吧 只不过你现在只看到 这一只出来活动的 还有一群 它现在还没出来活动 并不意味着它没有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 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尤其是管理层的书面声明 因为书面声明是啥 就是一张保证书 它把保证书交给我们 是不是意味着它就不会再舞弊 不会再犯错 并不意味着 有可能它用保证书来糊弄我们 对吧 好 接着我们看提示 由于舞弊涉及 实施舞弊的动机和压力 机会或借口 因此一个舞弊事项 不太可能是孤立发生的事项 例如某个金银地点 发生了大量的错报 即使这些错报的累积影响 并不重大 但可能表明存在 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风险 那么这里再次说明了 舞弊它有这样一个特性 为什么会出现舞弊 实际上是基于人性之恶 你看我们人性有善的一面 也有恶的一面 对吧 人性的恶的一面 如贪婪 这是最典型的 如虚伪 如胆小 如恐惧 这些都是我们人性之恶 排在首位的一定是贪婪 它为什么会是舞弊 那不就是贪婪吗 贪婪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作用 想达成一定的业绩 想拿到属于自己的利益 但是现实都做不到 所以去采用这种非法 不合理的手段来达成 对吗 那由于我们的舞弊 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产生的 而人一旦通过舞弊 这种走捷径的手段 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吃到了一些 尝到了一些甜头 那往往它就容易形成路径依赖 也就是说 那下次我再用舞弊的方式 反正没人发现 对吧 干了第一次 往往就第二次 有了第二次 就会有第三次 然后慢慢就破冠 破算 大面积就开始普及了 所以我们对此 一定要有清醒的认知 那我们看到 一个舞弊的事项 千万不要觉得 就这么一件事 往往它是 冰山的一角 嗯 这个水面之下 肯定有一大片 你还没发现呢 就像我刚才举的 蟑螂的例子一样 你看到一只蟑螂 往往意味着 有一群的蟑螂等着你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二点 重新评价 风险评估的结果 和风险对 性识犯的影响 那这点 它的前条件是 如果识别出 某项错报 并且有理由 认为该项错报 是或可能是 舞弊导致的 且设计管理层 特别是设计 较高层级的管理层 无论该项错报 是否重大 注册会计师 都应当重新评价 对由于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以及该结果 对旨在应对 评估的风险 审计程序的 性质时间安排 和范围的影响 那么这段话 是什么意思 你看 这段话和我们前面 这段话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前面的是 如果识别出 某项错报 你一定要评价 它有没有舞弊 假如说 它有舞弊的迹象 那你要考虑 它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这仅仅只是 一个迹象而已 也就是 它可能具备了 五比三因素当中 某一个 或某几个因素 那你要考虑 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而我们第二点 说的什么 我现在识别出错报 而且我是有理由 认为这个错报 是或者可能 是舞弊导致的 也就是说 这个程度 比我们刚才的 要更深一些 更深入一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要注意 他又提到了一个条件 假如说这个错报 又是涉及到 我们管理层的 很可能是 管理层的舞弊导致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 无论该项错报 是否重大 不管 它是一个小金额的错报 还是大金额的错报 哪怕这个错报 是低于明显 微小错报 零戒指的 我们都应当 重新评价 由于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风险的 评估结果 以及该结果 对我们审计程序 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那为什么我们准则 做出这样一个规定呢 那是基于管理层 它的一个特殊的地位 假如说 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 非常小金额的错报 但是这个小金额的错报 确实和管理层有关 是管理层 参与的一个舞弊 假如说这个错报只有0.5万 那你是不是就此放过 注意不能 因为管理层 它在背省单位的地位 非常之特殊 它是可以凌驾于内控之上的 你发现了这么一个 小小的错报 它其实只是冰山的 一个小角而已 你并没有看到它真正的 全部的面貌 所以我们准则明确要求 假如说这个错报 涉及到管理层 特别是职位比较高的管理层 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假如你发现这个舞弊 你有理由认为 这个舞弊是跟管理层有关 尤其是高层级的管理层有关 那你一定 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对待 一定要好好重新评估一下 重大错报风险 重新考虑一下 我们的风险应对 做得到不到位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点 接着看第三 那重新考虑证据的可靠性 应当考虑传统比 这是什么 在重新考虑此前 获取审计证据的可靠性的时候 作者会计还应当考虑 相关的情形 是否表明可能存在 涉及员工管理层 和第三方的传统比 你看我们一旦发现 这个事情可能 跟我们管理层有关 并且我有理由 相信这个错报 是舞弊导致的 那我一定要回头看看 我们原来拿到的 这些审计证据 它到底可不可靠 有没有可能 是他们PS给我们的 有没有可能是他买的 有没有可能 是他伪造出来的 还有我要想一想 有没有可能 创通舞弊 员工 管理层 什么供应商 什么客户 银行之类的 有没有可能创通 也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想得快一点 一定要想得全一点 不要被他们蒙了 因为舞弊 它的特点 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的 它是精心策划 序幕已久的 往往我们发现的 可能只是一个 蛛丝马迹 你绝对不能随意 放掉这个蛛丝马迹 一定要就此为突破口 为切入点 深入去调查 好 接着第四 无论如何应当评价 对于审计的影响 这什么 如果确认 财务报表存在 由于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报 或无法确定 财务报表是否存在 由于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报 注册款机 是应当评价 这两种情况 对审计的影响 那这段话啥意思 这段话特别审计 特别具有审计的特色 非常绕 这段话第一次就是 第一 你确认 是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报 因为我们错报 无非就两种原因导致 一个是错误 一个是舞弊 假如我就确认 这个错报是舞弊导致的 你一定要考虑它的影响 你是不是要重新做风险评估 你是不是要重新做风险对 你要考虑你原来做的程序够不够 你原来拿到的证据 有没有可能被别人闷 被别人骗 别人演戏给我们看 这是第一 第二是 假如说你现在确定不了 它到底是不是舞弊 你也要考虑对我们审计影响 这是我们关于评价 审计证据影响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张图 通过这张图呢 对我们刚才的知识点 再做一个理解 因为我们刚才是 以文字的形式来讲的 文字呢看着有点抽象 那我们通过图呢 会看得更加直观一些 跟别人有理解 好 假如说我们现在识别出错报 那由于我们最后阶段 拿到证据了 肯定要评价它有什么错报 对吧 我们识别出错报 我们一定要评价 是否存在舞弊 假如说有舞弊的迹象 注意这仅仅是一个迹象而已 只是一个迹象而已 也就是说它可能 在舞弊三因素当中 和一两个因素 这是要考虑 对审计其他方面的影响 要考虑管理层的 书面生命是不可靠 你看这种相对来说 比较轻 只是个迹象而已 那接着再来 另外一种情况 假如这个错报 我有理由认为 它就是舞弊 或者可能是舞弊导致的 并且又涉及到管理层 尤其是较高职位的管理层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高警惕 因为管理层 它一旦参与 它手中是有权力的 它是位于企业金字塔的顶端的 那它绝对不会满足 那么一个小小的舞弊 被我们发现的 可能就那么1.5万错 对不对 那我们一定要深入细致去调查 去看到它到底舞弊了多少 好 去把这个舞弊的冰山 完全掀开 因此 无论错报是否重大 硬重新评价 注意要重新评价两点 第一 舞弊的风险评估结果 第二 审计程序性示范的影响 看到吗 你必须要重新回头看 你的风险评估做的够还是不够 你原来评估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你还要重新评价一下 你的风险应对有没有做到位 那接着 第二 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 那假如说 我确认是有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 这时候 无论有确认还是没确认 都要评价对我们审计有什么影响 如果确认是舞弊导致的 你要考虑 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如果没确认的话 你也必须要把这个工作夯实了 那么最后这一段 也就是我们的第六点 评价审计证据 实际上就是我们准则 再次要求出策会计师 要高度重视舞弊 因为错报无非就两种原因造成 要么是错误 要么是舞弊 对吧 而舞弊它天生带有很强的 欺瞒的特点 那你应对这种精心策划 蓄谋已久 带着很强欺瞒性质的舞弊 你就要格外格外的小心 千万不能被表象所蒙蔽 好 他多次强调这点 要注意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 姚文教字 中了三分 为什么 如果发现了一场戳报 一定要评价实乎存在舞弊 这个我刚刚解释完 第二 如果确定是舞弊 要重新评价重大错误风险 重新考虑审计程序和审计证据 很简单 如果先确定它是舞弊 你就要回头看看 你的风险评估的结果 原来是评估的太过乐观了 原来评估的是中 合适吗 对吧 因为舞弊 它往往不可能 就舞弊那么一项 在厨房发现一只蟑螂 绝对不可能 只有一只 往往是有一群的 舞弊 往往不会单独发生 不会就那么一个地方舞弊的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一下 你原来风险评估的到位吗 合适吗 是不是评估的太过乐观了 你要不要调整一下 第二 你要考虑 你原来的审计程序做到位了吗 你原来的审计程序够不够呀 要不要扩大呀 好 这都是必须要考虑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真题 2015年的真题 A助手会计师 负责审计甲集团公司 14年度的财务报表 确定报表整体的重要性600万 资料5 A助手会计师发现 甲集团公司的销售总经理 挪用客户回款60万 好 这里注意啊 你看 整体重要性是600万 它挪用回款多少 60万 有超过我们报表整体的重要性吗 注意没有 但是这是集团公司的销售副总经理 这是典型的层级比较高的管理层 对吧 而且是挪用客户回款 这是典型的5B 那就该事项和总经理 和治理层进行了沟通 因管理层已同意调整该错报 并对相关的内部控制缺陷 进行整改A助手会计师 未在执行其他的审计工作 这个对吗 你看我们刚刚强调过 如果一旦确认5B是涉及到管理层 特别是较高职位的管理层 无论挫包是否重大 你看刚才那个挫包只是60万 远低于我们报表整体的重要性600万 对不对 但是我们准则明确规定 不管这个挫包是否重大 我们都应该评价5B的风险评估结果 审计程序性示范零效 你都要回头看看 你原来的风险评估 做的够还是不够 是不是太无乐观 还有你要考虑你原来的审计程序 有没有问题 要不要再多做一点 而他呢 你看A助手会计师 未在执行其他的审计工作 这样对吗 肯定不对 这里要特别注意 不要被中间的烟雾弹所迷惑 这是我们审计特别爱考的一种考法 你看中间的烟雾弹势 就此事项和总经理 治理层做了沟通 因管理层已经同意调整该挫包 并对相关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整改 所以未在执行其他的工作 那就相当于你看 我冰山现在已经发现了这一个小角 由于对方说 哦这个事我知道了 我对这个错误我也会改的 我内控缺陷我也会改的 哎呦A助手会计师 一看哦行啊 你看这冰山的一角 你都完全改掉了 那我放心了 但是我们一再给大家强调 你对舞弊千万不能只盯着冰山的一角 你要想象 海面以下可能还有巨大的组成部分 对吧 舞弊往往都不是孤立发生的 所以你就此放过合适吗 绝对不合适啊 否该错报涉及较高层级的管理层 改进建议 应该采取下列的措施 评估舞弊导致的重大错误风险 重新考虑我们评估的结果 对审计程序性质世界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重新考虑此前获取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看到了吗 好 这就是我们评价审计证据应该怎么评价 如果涉及到舞弊 你一定要多考虑一点 一定要考虑全面一点 考虑深入一点 第七 无法继续执行审计 哎呀 这就比较悲催了 如果我们在审计的过程中发现 天呐 这家单位怎么拿呢 都是假的呀 我都怀疑他人是不是假的呀 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 好 我们第七点就讲了 如果无法继续执行审计 我应该怎么来做 第一 对于继续执行审计 有我能力产生怀疑 如果由于舞弊或舞弊嫌疑导致出现错报 致使注册会计师遇到 对其继续执行审计 有我能力产生怀疑的异常情形 那注意 应当确定适用于具体情况的职业责任和法律责任 包括是否需要审计业务委托人或监管机部报告 你首先要确认 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如职业责任 如法律责任 你要不要报告 好 第二 在相关法律法会允许的情况下 考虑是否需要解除业务会议 你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解约 这趟浑水 你要不要汤 这个黑森林 你要不要闯 好 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 那接着我们来解读一下 注释会计是可能遇到的 对其继续执行审计有能力产生怀疑的异常情形 有哪些情况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 我们开始怀疑人生了呢 第一 被审单位没有针对舞弊采取适当的 做手会计师根据具体情况认为必要的措施 即使该舞弊对财务报表并重大 你看 他们对舞弊听之认之 事儿不见 对这种情况我就在想 你们管理层竟然不把舞弊当回事儿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风气有问题啊 对吧 你们的意识有问题啊 你们内控制做得很差呀 好 这第一 没有措施 第二 做手会计师对有与舞弊导致的重大 风险的考虑 以及实施审计测试的结果 表明存在重大却广泛的舞弊风险 啊 这说 这个舞弊啊 影响一大片呢 影响极大呀 既重大又广泛 也就是无论是数还是量 那级别都是很高的 对于这样的浑水 咱还是算了吧 这是第二点 第三 做手会计师对管理层和治理层的 胜任能力和诚信 产生重大疑力 比如说 在管理层完全不胜任 那这家企业是任人为亲 而非任人为闲的 第二是 我觉得这个人压根 就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 我对他的诚信 有重大疑力 他压根就是满嘴的谎言 满嘴跑火车 对这样的 我还敢跟他合作吗 我有没有必要跟他耗啊 有同学就说 反正我们收审计费嘛 审呗 我只要把这个风险控制就行了 但你要想 你能控制这个风险吗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年报的盲季 一到四月份 那也有真的很多呀 对吧 你要是在这样一个黑森林里 来回打转的话 后面会带来无尽的麻烦 假如说上市公司 那动不动证监会就要向你询问 请你就什么什么事项给我写回复 然后请你就拿个拿事项 又给我写回复 一天到晚给你发这样的寻证函 一天到晚发问询函 你不够烦呢 对吧 你花了这种时间非常之多 这种回复又不收费 对不对 你干嘛在这样的风险 极大的业务上浪费自己的时间呢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往我们考虑完相关的责任之后 大部分都是能解约就尽量解约 不汤这样的浑水啊 好 那我们的异常情形总结为三种 第一 没有措施 第二影响特别大 第三是不沉申 好 这块记一下啊 两颗心 考客观体 接着呢 我们要注意啊 要和我们第七章 考虑财务报表的可审计性 要对比记忆 这块是对继续执行审计 有能力产生怀疑 而我们的第七章 是考虑财务报表的可审计性 它俩是很像的 但是细节还是有所不同 那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通过内部控制 了解发现下列情况 并对财务报表局部和整体的 可审计性产生疑问 注册会计是应当考虑出具保留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实际报告 那么这里面说到的 第一 就是它的会计记录的状况 可靠性存在重大问题 不能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发表保留意见 比如看会计记录的质量很差 好 第二 对管理层的诚信存在严重疑力 必要是注册会计是应当考虑 结束有约定 这也是诚信有问题 不诚信 那么对我们可审计性 它是从会计记录的质量 和不诚信两个角度来说的 而我们在那里从三点 没有措施 你对无弊 听之认真你都不管 第二是你的影响特别的大 第三是不诚信 那么这是三点 注意对比机 不要激混了 好 看啊 考虑财务报表科审计性 那是两点 会计记录质量差 不诚信 而我们这边是 无措施 不诚信 还有影响大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 解除业务约定 由于可能出现的情形 各不相同 因而难以确切的说明 再何时解除业务约定 是适当的 注意 由于我们教材是审计准则 准则 它是一种大的行为准则 对吧 它不可能规定的特别的起 如果规定特别起的话 那就容易把我们 注册会计师框死了 我们注册会计师 在具体执行业务的时候 一定需要 用自己的一些知识 经验 来做直接判断的 那影响注册会计师 得出结论的因素 包括管理层 治理层 参与舞弊 可能产生的影响 以及被省单位 之间保持客户关系 对注册会计人影响等等 那如果决定解除业务约定 注册会计师 应当采取下列的措施 假如说 你下定决心 退出这场游戏 不跟他玩了 不蹚这场浑水了 那我们要做以下的事 第一 与适当成绩的管理层 治理层 讨论解除业务约定的 决定和理由 你要去沟通一下 要通个气 对吧 我们要解约了 为什么要解约 第二 考虑是否存在 职业责任或法律责任 需要向审计 业务委托人 或监管机构 报告解除业务约定的 决定和理由 这时候你还要考虑 你的职业责任 和法律责任 你要考虑 要不要报告 好 这是关于解除业务约定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22年的真题 下列情形中 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 对其继续执行 审计业务能力 产生怀的有 我们来看 A 被审计单位 没有针对员工 侵占资产相关的舞弊 采取适当 注册会计师认为 必要的措施 看没有措施 对吧 听之认之 这是不是啊 是的 B 注册会计师 对由于舞弊导致的 重大错误风险的考虑 以及审计测试的结果 表明存在 重大且广泛的舞弊风险 这就是典型的影响 对吧 这也是 注册会计师 对管理层诚信 产生重大疑虑 还有对他的 胜任能力 产生重大于 不承胜 那么这条题 ABCD都是 好 ABCD都是 这条题没什么难度 只要把刚才的知识点 记住 那就能够拿上分 好 我们来看第八点 书面声明 注册会计师 应当就下列事项 向管理层和治理层 获取书面声明 那我们看哪些事项 这块是一颗星 容易考客观题的点 第一 管理层 治理层认可及设计执行 维护内部控制 以防止发现 无比的责任 首先他要认可 他的责任 第二 管理层 治理层 引向注册会计师 披露了管理层 由于 5B导致的 财务报表 重大错误风险的 评估结果 他要给我们 披露 他的风险评估的结果 第三 管理层和治理层 引向注册会计师 披露了 已知的设计管理层 内控当中 承担重要职责的员工 以及 其5B行为 可能导致 财务报表 出现重大错误风险 等其他人员的 5B或者5B的嫌疑 那第三点 就是5B的问题 他已知的 各种5B都告诉我们了 好 这是我们要 获取书面声明的 接着第四 管理层和治理层 已向注册会计师 披露了 从现任 前任员工 分析师监管机构等方面 获知的影响 财务报表的 5B指控 或5B嫌疑 这里面 一共四点 我们怎么来记呢 首先第一个 治理层管理层 他要认可他的责任 这个要在 书面声明当中 体现出来 那第二是 要披露 他自己的 风险评估的结果 第三点 要披露 他已知的5B 第四点 要给我们披露 他人提供的 5B的信息 好 这就是 书面声明当中 一定要包括这些内容 那为什么要求 书面声明 要包括这些内容 实际上 这就是给 管理层施压 你要把 你能够知道的 都告诉我们 而且 你要立自为证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咬文嚼字 入路三分 为什么一定要 获取书面声明 有了书面声明以后 可以适当减少 审计程序吗 这里要注意 那么为什么 一定要向管理层 获取书面声明呢 因为很简单 我们书面声明 它实际上 是这样一种 类型的证据 它是一种 保底的审计证据 它是必要 但是不充分的 审计证据 意思就是 一定要拿到它 没有它 是不可以的 说明我们没有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是不能发表 审计意见的 但是有了它呢 你该做什么 还得做什么 因为它只是起到 一个保底的作用 相当于一个碗的碗底 如果没有这个碗底的话 那么放进去 东西都会漏 但是有了碗底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其他什么工作 都可以不用做了 绝对不可以 该做什么 还得做什么 那我们在第18章 会专门再讲到 书面圣明 在这里 你就先灌个而已 书面圣明 是一定要拿到的 那书面圣明 其实就相当于 管理层给我们 写的一个保证书 如果管理层 痛痛快快的 给我们写保证书 至少证明 他心不虚 对吧 而管理层 他在给我们 写保证书的时候 支支吾吾的 然后推三阻四的 这首往往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心虚 那内心是有鬼的 这首我们就要深究一下 看到底哪里有问题 但是你要同时注意 那有一些管理层 他老间巨化 对吧 那是混迹江湖多年的老狐狸 有可能他一大堆的造假 但是他给我们提供 这个保证书 也就是书面生命的时候 照样脸不红 心不跳 你千万不能被他表面 现象所迷惑 你该做什么审计程序 还得做什么审计程序 该拿其他的审计证 他还得拿 所以 它是一个必要 但是不充分的审计证据 它只是一个保底的审计证据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九点 与管理层 治理层监管机构的沟通 你看 我们把5B的所有事项 全部都讲完了 对吧 我们如何做分险评估 如何做分险应对 然后如何评价审计证据 如何考读书面声明 我们把这些都做完之后 我们还要做什么 还要沟通啊 那我们第九点就要讲 到底怎么沟通 这块内容啊 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爱考主管题 同学们一定要掌握啊 那首先第一个 管理层 那沟通的基本要求 应当提醒管理层关注 即使可能不重要 我们来看哈 当已获取的证据表明 存在或可能存在 无弊时 除非法律法规禁止 注册会计时 应当及时提醒 适当层级的管理层 关注这一事项 即使该事项 可能被认为不重要 注册会计时 应当这么做 那准则明确规定 假如你发现了5B 你看 存在或者可能存在 有可能它是 有可能是 只是我们那种怀疑 你都一定要 提醒管理层关注 哪怕是单位的 处于较低职位员工 挪用小的工款 如他挪用个几百块钱 对这样的事情 你一定要提醒 为什么 这就是5B的特性导致的 我一再给大家说 5B往往都是蓄谋已久 都是精心策划 我们发现了 往往可能只是 他的冰山一角 所以你对此 一定要高度的重视 5B的性质非常严重 所以一旦发现 你一定要提醒 管理层关注 那让管理层彻查 一定要彻查 因为 有句话说得好 从小偷真 长大偷青 对吧 他一定偷上赢了 偷习惯了 其实5B和偷没太大的区别 那么他就会一次 又一次的作案 你现在就发现了 这么一个小事 可能他就贪污 能用公款500元 只是你发现才500 如果你真是深入下来 测查 有可能他贪污有千万 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醒 管理层关注 第二 那确定沟通的 适当层级的管理层 需要运用职业判断 并且自己决定 受窜通5B的可能性 5B嫌疑的性质 和重要程度 等事项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 适当层级的管理层 至少比 涉嫌5B的人 高速一个级别 这是一个常识 你现在去找 他的管理层 沟通5B 你绝对不能找 当事人对吧 假如说你发现了 我们这个销售科的科长 他贪污能用公款 那你不能去找 销售科长去沟通 你至少应该找 我们销售总监 要高于他的职位 这样才好进一步处理 和调查 对不对 这是一个常识 好 这是沟通层级 直接判断下 通常高一级 那接着我们来看 和治理层怎么沟通 基本要求是 应当及时沟通 这一点也特别特别重要 特别爱考驻管理 同学们一定要掌握 如果确定或怀疑 5B设计管理层 在内部控制当中 承担重要职责的员工 以及5B行为 可能导致财务报表 出现重大挫暴的 其他人员 注册快捷是 应当及时就此为 思想和治理层沟通 看到吗 假如我们确定 或者我们怀疑 这个5B设计管理层 以及其他重要职位的员工 那么我们一定一定要注意 要及时和治理层沟通 为啥 因为很简单 治理层他的职责 就是负责监督 因此这种事 一定要报告给他 让他充分起到监督的作用 第二 设计管理层 应当通报家讨论 假如说我们怀疑 5B设计管理层 做此话 那应当将此怀疑 向治理层通报 并且去讨论 为完成审计工作 所必须审计程序的 性质时间牌和范围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假如说 我们现在怀疑 这5B是跟管理层有关 那这也是我们要 和治理层去沟通 因为一旦和管理层 有关的话 那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管理层很可能会 处处失半 对吧 他会给我们设置 各种各样的阻力 有可能让我们无法 把审计工作 顺利的推进下去 所以我们才要求助 治理层 要跟他讨论 我们必须审计程序的性质 然后时间安排和范围 要得到他的支持 那个这个地方要注意 它是一个特例 一般的情况 我们都不会去和 治理层管理层去讨论 我们的工作 到底怎么开展呢 往往哪些细节 对吧 这种是不能透露的 但这个地方是个特例 因为现在5B设计到 管理层了 所以我们要寻求 治理层的协助 第三 其他事项应当沟通 如果根据判断认为 还存在治理层 指责相关涉及5B的 其他事项 除非法律法规 禁止注册会计师 那应当就此和 治理层进行沟通 你看 这里有再次强调了 是必须沟通 必须沟通 是应当沟通 接着 我们再看 这些事项可能包括什么呢 第一 对管理层评估的 性质范围和频率的疑虑 这些评估可能针对 旨在防止发现5B的控制 还有财务报表 可能存在的重大错风险 而实施的 好 这块 我们考虑的第一点 接着 管理层未能恰当应对 识别出的 值得关注的 内部控制缺陷 或者5B 你看 管理层 他没有尽职尽责 第三 注册管理层 对被省单位 控制环境的评价 包括管理层 试任能力和诚信的疑虑 那么第三块就是 我们对这个单位 整体控制环境 有什么样一个看法 特别是管理层 他的诚信问题 以及他的试任能力问题 那么这些事项 我们要和治理层做沟通 好 第四 可能表明存在 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的 管理层行为 我们发现管理层 在做假账 在操纵利润 在粉丝报表 这块我们也要沟通 第五 对超出正常经过程 交易授权的 适当性和完整性的疑虑 你看 他有一些交易 是超出正常经营的 往往这类交易 和5B 是密切相关的 对吧 那这一块呢 他又没有做到 充分和适当的授权 因此我们也要和 治理层沟通 好 我们这里面 包括了几点内容 一颗星熟悉 也就是偶尔会考读群体 多读一下就可以 不需要死尽被 能够混得脸熟就可以 那接着第三 我们要和适当机构 进行沟通 如果识别出5B 或怀疑存在5B 注册快递 应当确定 是否有责任 像被审单以外的 适当机构报告 注意啊 这是应当确定 不是应当 我要考虑一下 我要不要向 证捐会报告呀 要不要向 银保监会报告呀 要不要向 他的上级的 组管部门报告呀 第二 尽管注册快递 是对客户信息 附有保密义务 可能妨碍总报告 但如果法律法规 和相关职业道德 要求规定了 相关的报告责任 注册快递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或相关职业道德 要求的规定 那么这里面就说到 正常来说 我们注册快递 是要附有保密责任的 对吧 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些 法律法规的要求 毕竟法律法规 它层级更高 对吧 如果法律法规 要求我们报告 要求我们向 相关的监管机构 如证监会报告 那我们就必须得报告 好 这里注意 我们沟通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管理层 第二治理层 第三适当机构 那考试的时候呢 特别特别爱考的是 和治理层的沟通 特别特别爱考 一定一定要掌握 下面我们来看 咬完饺子入路三分 第一 为什么各类事项 都要和治理层沟通 因为治理层 它就是负责监督的 所以我们要和它沟通 那为什么对5B强调 及时沟通 这一点要特别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发现5B 我们马上去找 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 对方如果配合我们的话 那么很快就能够 彻查这个事件 这样对我们被省业单位来说 可能会挽回很大的损失 如果我们拖拖拉拉 拖到我们审计结束以后再去沟通 可能错过了查5B的最佳的时机 这样会给被省待外带来很大的损失 这是第一 第二 要注意 由于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只是发现了冰山的一角 那么在管理层治理层的配合之下 对这个5B的事件进行彻查 这样也便于我们获取充分时当的审计证据 你不要等到我们审计完成了之后 你再去报告 然后管理层治理层测查下来 发现我们审计工作压根就没有做到位 到时候你还得重新来一遍 那你相当于原来做的工作都什么用功 所以必须要及时沟通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几道真题 2020年真题 提头我就会念了 我们念核心部分 资料5 第三 A组测会计师在审计中发现了 假公司采购总监存在受惠行 注意哦 这可是总监啊 这是较高级别的管理层 对吧 存在受惠 注意哦 这是5B哦 立即和总经理沟通了该事件 你看 比他高一个层级的人员沟通了 OK 或计董事会已收到内务员工举报 正在进行调查 A组测会计师认为 无需再和我们的董事会 或股东会进行沟通 这个对吗 注意 董事会和股东会 实际上就是治理层 那我们准则明确规定 假如说5B的事项 涉及到管理层 特别是较高级别的管理层 我们一定要履行沟通义务 对吧 应当沟通 而不管被审 但你们现在到底怎么处理的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组测会计师 一定要履行自己的义务 具体你们 第一步怎么处理 第二步怎么处理 那对此是测查还是不测查 然后查到什么程度 这都不是我们注册会计师 要考虑的 我们关键是要履行自己的义务 要沟通 好 因此注意 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 5B设计管理层 在内部控制当中 承担重要职责的员工 应当和治理层沟通 我们必须要沟通 这里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把两条线混淆了 一条线是 被审计单位 他们自己的处理的方式 一条线是我们注册会计师 我们的责任 审计准则明确规定 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有沟通责任的 必须要沟通 不要因为被审计单位 他们已经彻查了 他们已经处理了 我们就不沟通 那是两码设 两条线一定要分清楚 好 我们接着再看16年的真题 那我也读核心资料 1月5年10月 A注册会计师在观察 原材料验收流程 发现某农户向验收员 支付回扣 这里注意啊 付回扣 典型的什么 典型的舞弊啊 以提高核定的品质的等级 A注册会计认为 该事项不重大 在审计完成阶段 向管理层通报了该事项 注意哦 你看这是完成阶段通报 它有没有及时通报 没有对吧 所以这种做法对吗 注意哦 不恰当 下面我们看待 应当及时向管理层通报 一定要及时通报 我前面就解释过原因了 为什么要及时通报 第一个 那便于管理层测查 对吧 发现真正的冰山 它的原来的面貌 而不是我们仅仅看到 这么冰山的一角 第二 便于我们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因为管理层他测查 这样我们往往才拿到 最真实 最有效的审计证据 你别等我们都完成了 然后他们再一查 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资料拿的都是假的 都被忽悠了 都被骗了 你还得重新做审计程序 所以两点来考虑 我们都要及时沟通 好 这道题注意 它考的是及时的问题 那前一道题考的是应当沟通 还是不应当沟通的问题 好 同学们 我们第13章的第一节 关于5B的支持点 全部讲完了 5B这块内容呢 整体来说比较多 因为它贯穿了我们整个省计的最开始到最后的部分 它是贯穿全程的 而且我们今年教材呢 又新增了比较多的内容 所以我们5B这块讲课 花的时间比较长 下面呢 我们对5B这个支持点 做一个总结回顾 首先我们来看下概念 嗯 那我们注意 我们的5B呢 分为两类 一个是出假报告 一个是侵占资产 第二点 我们要理清双方的责任 管理层和这里层 它负有主要的责任 因为它是负责经营管理企业的嘛 我们注册会计师 一定要注意做到 精力二位 因为我们要保证 我们审计的报表没有大错 而且这种保证是合理保证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发现5B 但是我们一定要合理保证 该发现的都得发现 该做的一定要做到位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的风险评估程序 那会用到询问分析 项目组讨论 其他还有评价5B的分析因素 那么在这里面呢 最主要就是评价5B的风险因素 我们5B的三因素呢 同学们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理解 而且我们教材的相关的举例 要好好的看 因为这块很容易考 可关题 5B的三因素有动机和压力 有机会 有借口和态度 好 这是我们的风险评估程序 第四 识别和评估重大错好风险 那我们在识别和评估 重大错好风险的时候 注意 首先要确认5B它是特别风险 直接定性 它是特别风险 另外呢 注意两个层次的风险 还有呢 对我们的收入 我们要假定存在5B风险 这点要注意啊 直接假定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如何来应对 5B导致的重大错好风险 那我们应对的时候呢 有总体的应对措施 然后有认定层的应对措施 还有管理层领驾 以及我们今年新增的 5B一发高发领域的 重点应对措施 那对我们的总体应对措施 注意三项 高变评 派高手 然后呢 我们评价它的一个会计政策 还有呢 增加不可于坚信 对认定层的 我们要改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排和范围 然后管理层凌驾呢 我们要注意看 它的会计估计有没有偏向 嗯 它有没有对这种 它的那些重大的异常的交易 我们要评价它的商业理由 还有呢 我们要注意测试 会计分路和一些 其他的一些调整 好 这是针对管理层的凌驾啊 那么这块内容 是容易考客观提的 另外由于我们教材 在这块新增了 舞弊一发 高发领域的 重点应对措施 一共是11方面 这11方面 一定要多看 防止出客观体 防止出客观体 它也有可能 从中选一些出租关体 好 接着我们第六 评价审计证据 这块内容 一定要重点掌握 嗯 如果有错报 应当考虑舞弊 要考虑其他的影响 好 这块是应当评价舞弊 如果有错报 设计管理层 应当考虑我们的风险评 无程序做的 实不适当 我们的进步 审计程序做的 到不到位 另外 我们一定要重新评价 审计证据 考虑 有没有传统舞弊 好 这是重新评价 我们的审计证据的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 无法继续执行审计务 什么情形 无法继续执行审计务呢 有三点低 没有错识 也就是他们对舞弊 听之认知 视而不见 第二是影响非常大 第三是 不诚信 或者说 胜任能力有疑虑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能无法继续执行审计务 往往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考虑自己的报告责任 我们要考虑要不要节约 接着是第八点 书面申明 那书面申明是一定要获取的 然后书面申明当中 要包括哪些内容呢 第一 管理层 要认可他的责任 第二 他要披露 他做的风险评估的结果 第三 他要把他知道的 所有舞弊的情况 全部告知 这是书面申明 那接着是我们的沟通 沟通这一块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考试的时候 非常非常爱考主关题 第一个 管理层 那我们如果一旦发现舞弊 即时可能不重要 我们一定要及时提醒 管理层关注 千万不要拖拖啦 等到我们结束以后 再告知啊 一定要及时提醒 而且告知的时候 万万要高一个层级 那第二是治理层 治理层这块考试的时候 非常非常爱考 我们如果说发现舞弊 而且涉及到管理层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定要沟通 是应当 而且要及时沟通 要及时沟通啊 假如说涉及到管理层的话 应当通报 加讨论 总之 对治理层而言 他是负责监督 被审单位经营和管理的 那么我们一旦发现舞弊 都应当沟通 一定一定要沟通 绝对不能因为 我们被审单位 他已经处理了 他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了 或者他已经把相关的一些 舞弊的员工开除了等等 那我们就不沟通 不报告了 绝对不可以啊 一定要沟通 一定要通报 好 这是我们考试特别爱考的 接着我们还考虑 适当机构 我们一定要确定 我们有没有责任 要向他们报告 好 这就是我们第13章 舞弊相关内容 那舞弊这块内容 整体来说比较多 那同学们下来呢 要理清思路 然后对我们再三强调的 重要的知识点 下来一定好好的复习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